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资深合作创作者讲 并问这六年来公司用它当招牌 骗了多少创作者进来 笑说台下的全部都是吧 一喜话讲完台下立刻躁动了起来 没想到第一妹则是跑上台墙外说 大家是因为我才进来 但阿滴透露妹妹一讲完现场一片冷急 双妹间的吐槽笑翻一票网友 不过玩笑归玩笑 阿滴认认真地感谢公司 觉得两位老板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这六年来不只带着他成功 也趁着他度过人生最低潮的时刻 贴文一出网友纷纷直呼 难得看到阿滴展现感性的一面 再见